打造百日朋友的身材失败了吗 那大家看一下东城之前的照片和现在的对比 麻烦大家看完整段视频 再评论去评论一下 东城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起初呢我以为东城来找我 只是为了单纯的博取流量而已 其实我真的犹豫了蛮久都没有收他 我担心的是他真的练不好破坏我的口碑 直到他练的时候我也是将信将疑 害怕他偷懒偷吃天天督促他 到后来我才发现这小子呢是真的有在好好练 每次训练不单单只是刻苦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全力以赴 大家知道他都出差很多 但是每次出差回来哪怕是凌晨两点 都在我的健身房刻苦的训练着 为此呢我特地给他一把我们健身房的钥匙 健身呢有一点好 他是最公平的 所有的付出和收获都是成正比的 你在健身上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 他给你的回报就有多少 百日收官站的时候 我们交了一份东城握推100公斤7次 并为40公分的打卷 除了在我们的肉体上面 其实在我们的精神上面也会更加的富足 我觉得至少东城他在车圈博足里面 他是最有毅力的吧 在这里呢我要感谢东城 由于他的付出也让我收获了 线上一万多名粉丝兄弟们 开始真正的改变自己 也感谢啊一直跟着我健身的粉丝们的支持 健身的前期呢 他是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坚持一年后你会完成蜕变 这短短的一年 有可能会影响着你的一生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 也想要一个更好的身材 那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点 执行力 赶紧 行动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